韩国人情男团NCT香港籍成员Lukas在2021年 先后被四名中国籍韩国粉丝女友爆料 性关系混乱引起渲染大波 事后在IG发出道歉信后 消失在目前 直到2023年5月正式宣布退团 但NCT所属经纪公司CEO李承秀 在2024年2月于IG上更新一则与Lukas合照的贴文 虽然没有附上文字 但足以引爆热议 日前他连续在X平台 IG等开设新官方社交平台 新造型图的点赞数已经超过270万 并有很多留言表示 你终于回来了 等了很久 继续支持你 在2月24号公开一段纪录片 而他在片中坦言 自己很不正常 很孤单 但目前韩国王 网友及海外粉丝反应两极 韩国网民表示不满 极度反对Lukas付出 反而大批海外粉丝留言支持Luka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